挨狂潮来袭台股第六大量点连期天盘中创高与台积电连发科写天价 台积电19日登高一呼 盘中写下984元新天价 连发科与广达于为银与红海墙涨 带动台股一度狂涨517点 触及23275.3点 续创盘中新高点 台股中厂上涨452.11点 收在23209.54点 同样刷新收盘记录 台积电则收在981元写历史新记录 台股近期共写下六大量点 包括连期天创盘中新高与连三天收盘创高 金融指数与台积电与连发科同登历史天价 外资买超485.47亿元居时尚第七大 立院审财化法通过提案请财政部下会期开议前提版本 于25年未修正的财化法 目前在立法院财委会并按审查的草案累计达20案 但上无行政院版 财委会19日通过国民党立委赖世保与王洪威 及民众党立委黄珊珊等人共同所提临时提案 请财政部于下会期开议前提出财化法 修正草案于立法院审议 在处理临时提案的讨论过程中 庄翠云表示 这个提案真的会有困难 因为中间还要召开公厅会 财政部也还要与地方政府开会讨论 听取各方意见以后 才能提出修法进度 让立法院财委会了解 清安房贷新户需切捷不得转租 为折返还补贴贷款重谈 新清安房贷政策推出后 催出首购买盘 却衍生转租与人头户等问题 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财政部19日与公股营开会盘点 清安房贷经济措施 在经济公股营办理清安贷款的 贷钱真审与贷后管理及稽查 等三大面向 获置共识 其中 新贷户将要签字注切结书 若违反规定 就终止利息补贴 返还自违规事实发生日 以拨补的补贴利息 并重新核定贷款条件 就互贷后管理方面 则依个案情形 依规酌情处理 高温范围21日起扩大防御36度 高温中部已被局部短暂雨 20日起太平洋高压增强 降雨渐渐 天气转偏高温炎热 各地大多为多云道晴 各地高温约在32至35度 彰化与云林与台南与高雄与平东与花莲与台东仍有局部36度以上发生的机会 气象鼠表示 21日夏至至23日受太平洋高压影响 各地高温范围扩大 西半部近山区与花东纵谷都可能出现36度以上气温 健保总额首破9000亿估明年不涨保费可能性高 卫福部预估2025年健保总额首次超过9000亿元 但保费调涨可能性低 在19日的会议中 全民健康保险会表示 卫福部提出的114年健保总额成长率高推估5.5%与低推估3.521% 总额介于9112亿至9286亿元 以高推估计算114年总额预算 预估安全准备金会剩1.1个月 尚未低于1个月 为达调涨保费规定 114年保费不涨的可能性高 三科学家发现GLPE或糖奖生医奖促成至少13种抗糖尿病抗肥胖新药 糖奖19日公布第六届生计医药奖得主 由发现GLPE7-37为醋胰岛素因子的三名科学家获得 他们的研究也促成新一代的抗糖尿病与抗肥胖药物 加汇全球15亿糖尿病与肥胖患者 对于三人贡献 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司徒惠康表示 胰岛素的生成和作用 是糖尿病和肥胖的根源 GLPE及其衍生药物 不仅从非常根本的地方调控胰岛素 且能透过中枢神经系统抑制食欲 且对肾脏等细胞有保护效果 这在过去数十年无法以单一药物达成的 是非常大的发现 美对台军售弹簧刀等两款攻击无人机 共116亿元国防部说 建构战术新选项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数 18日宣布最新对台军售 包括720套弹簧刀300型制空攻击飞弹系统 与相关设备及至多291套LTS-600MV 攻击型无人机系统与制空弹药等设备 总价约3亿6020万美元 约新台币116.65亿元 美国国务院已批准这两笔军售案 国防安全合作署也通知国会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第15度对台军售 也是本月第二度 国防部19日表示 攻击型无人机 游荡弹药 近年来于实战中成为战术新选项 国军采取军构及国造同步并行筹获 其能在全球产能受限的状况下 加速完成战力建制 由于此次军售大幅缩短行政审查时间 国防部也感谢美方安和团队 为加速对台军售的努力 金正恩红坦迎蒲廷力挺 俄罗斯亲乌克兰式强化双方战略关系 俄罗斯总统蒲廷19日抵达平壤 受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热烈迎接 双方誓言强化战略关系 金正恩更强调权力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这是蒲廷24年来首度到访平壤 随着俄罗斯和北韩面临国际孤立 这次访问渴望重塑双方数十年来的关系 中国学者认为 俄罗斯与北韩越紧密 对中国反而越有利 因为中国需要这两国给西方国家捣乱 以减轻自身的压力 广东梅州暴雨1436栋房屋倒塌 多镇村成孤岛以战时状态救灾 中国南方近日遭遇暴雨袭击 广东及福建豪雨成灾 因山崩山洪造成至少9人死亡 截至18日 人有数十人被困惑失踪 其中广东梅州洪灾严重 当地倒塌房屋1436栋与近400公里公路受损 通讯中断 多个镇村成为孤岛 当局19日表示灾房单位进入战时状态全力救灾 张玉成投入终止选秀成超级大物 12项MLB数据台湾之罪 旅美棒球好手张玉成18日宣布反台参加终止选秀 有望成为联盟史上最高新球员 他在美国职棒大联盟MLB累计出赛235场 650个打席敲出121只安打与20发拳雷打 多项成绩都是美职台湾选手之罪 2023年经典赛 张玉成靠着对意大利的追平两分炮与对荷兰的满贯炮燃起台湾棒球热潮 并获选预赛A组最有价值球员 能打与能跑与能守的三拍子表现 让他成为今年终止选秀状元大热门 开箱老照片旅美华裔女子滑冰好手陈婷婷 华裔美籍滑冰好手陈婷婷在8岁时收到母亲从车库拍卖买回的冰刀鞋 学华冰才两个月就展现天赋 技巧胜过同龄 之后她追随名师训练 进步飞快 1984年 陈婷婷在东奥美国队选拔赛脱颖而出 成为美国队第一位亚裔女性 当年才16岁的她也是最年轻的成员 最后摘下第四名 1984年6月20日 副总统李登辉在总统府会客室 接见回国访问表演的华裔美籍滑冰好手陈婷婷和她的父母 Podcast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如何牵动国际情势 牵动欧盟换届的欧洲议会日前改选 根据欧盟会员国陆续公布的选举结果 极右翼党派在许多欧盟会员国都是赢家 像是在法国与意大利与奥地利接拔的头筹 法国总统马克洪泽堪称这届欧洲议会选举的最大输家 她领导的自由派政党大败国民联盟 只能宣布解散国会与提前改选 这次的欧洲选举结果 将会对中国与移民与绿能等议题的政策 有什么样的转变 本集节目邀请布鲁塞尔特派员田锡如 分析欧洲议会选举所带来的影响 收听Podcast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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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